大法官提名人選 進行嚴格的審查 我想這是全民的一個共識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 受到總統政治傾向的一個影響 我想在各國的經驗都可以看得出來 舉例來講 本席比較熟悉的美國 美國大法官的歷次任命記錄 可以觀察到 共和黨的總統 基本上大部分提名 傾向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 民主黨的總統 大多會提名自由派的大法官 也就是說 這樣高度政治性的任命 國會審查 勢必要非常的嚴謹 我們大法官的審查制度 將會決定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大法官 也決定 我們國家未來 政治 經濟 甚至社會層面 發展的一個走向 今天我坐在這邊 從上個星期的審查的公聽會 從明天開始 好 針對七位大法官 我們也辦七場 那很多專家學者 立委提出不同的觀點跟建議之後 其實並沒有辦法 很實際得到 這些大法官被提名人的一個正面的回應 當然我了解現在很多民間的團體 或其他黨派 他們有提出一些問卷 那也得到一些被提名人的答覆 但仍然有一些被提名人並沒有回覆 那同樣的 我們今天辦的這場公聽會 我認為很可惜 會流於形式 變成說從上個星期的第一場公聽會 到今天這一場 我所看到的 變成是大家合格言而至 這樣的一個狀況 更不用說 大法官提名 開始到10月25號投票 這中間只有19天而已 那我們的書面資料的審查 就是七位被提名人提供的書面資料 上網公開的總共只有136頁 平均每一位被提名人 他提供的這個書面資料 我們上網可以看到的不到20頁 只有18頁左右 所以整個過程會顯得比較草率 不夠嚴謹 那接下來我就會舉美國的例子 我們來看 我認為國會審查的方面 與提名過程相近的美國相比較 我們立法院在大法官提名人的 審查過程中的權力制衡設計 是明顯不足 舉例來講 美國的大法官審查制度 是所謂的兩階段審查 也就是當總統提名大法官人選之後 會先交付司法委員會來審查 交給美國的 Judiciary Committee 先在司法委員會進行嚴格的聽證的審查 所以委員會通常會要求被提名人 第一個先依據他們制式的一個問卷 要求每一位被提名人詳細的填寫這份問卷 所以我也做了一個比較 我實際去看了這七位被提名人 他們提供的書面資料 目前放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那基本上也只能由立委本身去查閱 去查看 甚至我們的助理都不能進去來看 那相較於美國 他上網公開的資料 光是這一份知識的問卷 其中包含了幾項是我們沒有的 第一個 過去被提名人在各個報章雜誌 電視廣播採訪 所發表的所有言論 還有被提名人 他過去所經手的訴訟案件 也就是說不單單只是 他是否擔任這個案子的主要承辦律師 如果是他所呆的事務所 過去所經手的這些案子 都必須要揭露 以及另外一項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潛在利益衝突的資訊揭露 包括列舉可能造成潛在利益衝突的家庭成員 政黨訴訟類型及財務安排等等 所以在這一次我想大家比較爭議 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在於 黃瑞銘律師他被提名 可是他的太太劉美女委員 現在是擔任我們立法院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招委 這個其實就有潛在的利益衝突 這樣的一個情況存在 可是我認為即便有這樣的衝突 我們事先都應該要做 充分的資訊來揭露 也就是在書面 就被提名人提供的書面資料裡面 就應該要來揭露這樣的資訊 也讓我們在國會進行審查的時候 能夠嚴格的把關 抽不得了